那我们的Swag模块,虽然单独拉出来一个模块,但是我们这个模块里面还没有写任何代码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写Swag模块的代码了 让使用Swag更简单一点呢 我们把一些更加通用的东西抽取出来放在Swag模块下面 那我们使用的时候,如果有个性化的配置,只要在配置文件里面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就不用写代码了 可以直接通过一个注解就开启这个Swag文档了 那我们如果更彻底一点呢 就是说直接添加上这个Swag模块的依赖就可以了 就什么都不用写,什么代码都不用管 直接就会生成SwagUI这个文档了 那是不是很神奇呢 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有几个知识点要介绍一下 第一个知识点就是使用配置文件配置 那我们通常的配置呢就是一个属性一个属性的配置呢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种更加简单的配置方法 就是说我们可以不用每个属性上面都要去写注解 直接注入整个类 第二个知识点就是组合注解 组合注解可能是一个新的概念 那我们讲到代码的时候再详细介绍 那另外一个知识点就是SpringBot的一个运行原理的 Enable新的原理 那我们接下来就主要介绍这三个知识点 我们来开始写代码 那我们先建一下包路径吧 我们叫 com.amook.zwag 然后我们把manager下面的这个配置类呢 移动到这边来 我们直接拉过来吧 好大家看一下有点问题对吧 那我们是肯定访问不到 product canola这个对象的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面其实没有几个是经常需要修改的属性 那我们就把这些可配置的属性 也就是说可可情话的属性呢 我们单独定义一个对象 用来管理这些属性 那我们定义一个对象 叫 swag info 吧 swag 配置信息 我们看一下一共有哪些需要修改的呢 那首先就是group name naps naps 我们就写这几个吧 我们定义private dream group name dream base package private dream antar title dream description 还有private dream lessons 好我们就目前先认为可以修改这几个属性好吧 那我们给它添加一些get set的方法 好我们给这些属性设置一下默认值 我们从这个配置文件里面复制一下 好这个controller 我们给这个设置 我们给这个设置 group name 设置默认值 那base package 跟naps呢 我们是没有默认值的 我们这个title 我们也复制一下 好我们的描述 复制一下 我们的license 也复制一下 我们暂时就让它配置这些属性吧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需求 可以添加其他的属性 我们修改一下代码 我们把这个swag info注入进来 它给我们其实这里现在不能自动注入 那我们先不用管它 因为它还没有扫描到这个swag info 那么这里group name 从配置文件里面读 那这api info也要改一下 那由于这个swag info 那由于这个swag info 在api info里面也要用 我们就用一个属性注入进来吧 private 我们添加注入进来 我们添加注入进来 先注入进来 我们api info里面 这个swag info 就是swag info.get title swag info.get description 我们这里license 如果大家想这些属性也让它可配置呢 那我们就修改swag info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这里修改一下 我们把这个出去出来 等于 好 因为我们这个要判断 我们把这个apiselectbuilder定义一下 等于.get.select 好 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它配置了 我们就使用 我们判断 如果它不为空 我们就使用它 build 等于build.request.hanaSelect.bizPackage get.bizPackage 好 我们要判断它是否传递的path 也不为空 我们也要使用它 path pathselect.ant get.pass get.pass 我们把这个return出去 build.build 这样就可以了 那大家看它一直 现在是提示我们不能自动注入这个swag info 对吧 那是因为它没有扫描到这个swag info 所以我们要添加一个注解 我们让它扫描到 base package 等于 让它扫描这个包就可以了 好 我们把这个product controller的引入删掉 大家看一下现在它就没有提示我们错误了 我们现在swag模块已经写好了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要怎么让manager模块 使用这个swag模块的配置呢 好 那我们现在介绍第一种方法 我们在这里把我们的配置类导入进来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重启一下这个manager模块 好 我们输入我们的文档地址 好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正常运行呢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第二种方法 就是使用注解的方式 那我们先看一下注解 大家看一下这个enableswag2 它也是一个enable新的 那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它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注解 里面什么属性都没有对吧 它也是把它的配置类引入进来就可以了 大家是不是觉得使用一个注解更高级一点呢 好我们也来新建一个注解 我们new一个注解吧 好我们选择这个annotation 我们叫enable myswag 好我们把这些复制一下 如果有对注解比较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研究一下这几个注解是什么意思 我在这里就不再相应讲了 好我们粘贴一下 我们这里叫开启swag文档自动生存功能 我们也把我们的配置类导入进来 我们叫swagconfiguration 点class 我们现在再修改一下manager端 我们把这个导入page类 改成注解的形式 myswag 好大家看一下我们使用这一个注解 是不是显得更加简洁清爽一点 我们重启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也是正常运行的呢 大家现在就有可能已经了解了 这个enable的原理了 就是在这个注解上面 把我们想要引入的配置类 都引入进来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原理 那什么是组合注解呢 那我们现在的enable myswag 就是一个单一的注解 它组合注解 就是说它这个注解上面 还有一个注解 拥有两个注解的功能 好我们把这个 我们的配置类上面的这个注解呢 enable swag 挪到这个我们的注解上面来 好现在这个enable myswag 它就是一个组合注解了 那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配置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定义一个注解 把多个注解组合在一起 那就是说我们对外提供一个更简单的接口 那就是看上去更简单 封装的更高层次一点 那我们现在重启一下管理端 看一下这个组合注解 是不是生效了呢 好大家看一下是不是也是正常运行的呢 那组合注解就是把多个注解的功能 集成到一个注解上面去 那使我们使用更加简单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suprmpool的application 其实它也是一个组合注解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好大家看一下 它也是添加了多个自定义的注解 它也就是拥有了多个功能 好大家记住这是一个知识点 就是组合注解的使用方式 那大家看一下我们管理端还是添加了一个注解 那我们有没有更加简单的一点的方法呢 那就甚至我们连注解都不用添加 那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好我就介绍使用第三种方法 我们先把这个注解删掉 好那我们在resource下面呢 midinfo下面新建一个文件 midinfo下面新建一个spring.factories 这里面写什么呢 我们able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我们的pagelid 把我们的pagelid复制过来 先复制包路径 再复制一下列名 大家看一下我们刚才写这个enable autoconfiguration的时候 这个编辑器就给我们自动提示了对吧 那说明这个spring.factories 它对spring.factories 它对spring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文件 Spring.bot每次运行的时候 它会首先扫描各个依赖包下面的 midinfo下面的spring.factories这个文件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进行一些自动配置 好我们把这个enable swagger 放到我们的这个pagelid上面 好我们有了这个文件之后 我们这个manager就可以直接拥有生存文档的功能了 因为它启动的时候 spring.bot会扫描到spring.factories这个文件 那里面我们又配置了我们的pagelid 好那我们现在来重启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有我们想要的效果 好我们刷新一下 依然是正常运行的对吧 好那现在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简单了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什么代码都没有写 什么注解也没有添加 只是添加了这个swag模块就可以了 那现在是不是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了呢 好那我们再来讲解一下如何进行个性化的配置 也就是说我们覆盖一下默认的配置 好我们修改一下我们的swag info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注解 configuration properties 我们这里给它指定一个profix 那就是有一个前缀 我们前缀就叫swag吧 那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管理端的配置文件呢 覆盖一下这些属性 好我们覆盖一下swag 我们重写一下group name 我们这个叫manager吧 那我们指定一下base package 好我们使用product controller的包路径 好我们就先配置这两个吧 我们重启一下我们的管理端 好我们现在来刷新一下 见证奇迹的时候就要到了 大家睁大眼睛 大家发现了什么没有 这里变成了manager 这个controller只有product的controller了 那就说明我们的配置生效了 是不是有点神奇呢 我们现在我们的管理端 只是添加一个swag模块的依赖 然后我们如果想要用个性化的配置 直接在配置文件里面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那现在使用swag是不是非常简单了呢 这就是经过我们的优化 一步一步的使用方式更加的简单了 好那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那首先我们为了进一步优化我们的swag使用方式呢 我们把所有的代码都挪到swag模块里面了 那我们第一种的使用方式就是 使用import这个注解把我们的配置类导入到manager模块 那这是最简单的一种使用方式 那看上去并没有那么高级 像swag它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注解的方式 让我们直接添加一个注解就可以了 那我们也可以实现一个注解 我们定义了自己的注解 那这就是第二种高级一点的使用方式 那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enableswag2这个注解放到我们自定义注解上面 那这就形成了一个组合注解 那组合注解就是把多种功能的注解放到一个注解上面 使它拥有多个功能 那就是对外提供一个更加简单的使用方式 第二个就是我们甚至一点代码都不用写 我们只要把我们的配置类放到这个sprint.factories这个文件下面就可以了 这让我们的代码变得非常非常少 我们只要把我们的依赖添加进来就可以了 就会自动生成swag文档了 这个更神奇一点的就是把整个对象的所有属性通过一个注解就可以全部注入进来了 那它就是tombingerationproperties这个注解 那我们只要把我们的个性化的配置需求放到我们的配置文件里面 编写放到swag这个前锥后面就可以了 就这样我们一步一步的把我们的swag模块创建出来了 现在使得它使用方式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单 对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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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ck bacteria 这一刻 是位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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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